好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欣赏一下我们这节课所要画的一个小的作品 大家还是非常聪明的都已经猜出来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幅画呢 主要画的就是我们的宣草了 画面当中啊我们有三个朵花瓣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光幽草的叶子是不是非常像兰花的叶子 但是相对来说呢有一点差别 等一会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啊 墨水同学说的非常好 有点像百合是吗 和百合花呢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区别啊 等一会呢老师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好那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绘画部分了 好 同学们能看到老师画面的同学给老师回归一下一好不好 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国画学院的试学课程 时间非常的短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是只有直播没有回放的 我们的正式课是有直播和回放的形式 所以说同学们在精识听课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画面流畅 如果听不清老师的声音一定要及时发音箱页面 找一个网速稍微好一点地方 这样有利于我们来继续学习 好了都没有问题呢 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好 我们先把范画拿到一边 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画这幅画所需要准备的哪些工具 好 首先呢是我们的毛笔 我们今天使用的毛笔啊 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呢称之为狼豪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狼豪的笔风呢 它是黄鼠狼尾巴上的毛做的 非常的具有弹性 我们平时用来勾一些非常细小 非常有利的线条的时候经常用到 这只小号的狼豪笔 好 第二只笔呢 它是羊豪笔 这只笔啊 它是山羊的毛做的 山羊的毛做的呢 它是有一定的吸水性 我们平时用来调色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就是我们的尖豪笔 尖豪笔啊 其实就是兼具了两者之特性 又有狼豪的弹性 又有羊豪的吸水性 这是我们今天使用的三只毛笔 我们平时画花头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羊豪笔 画叶子呢 会用到一些尖豪笔 好 这是我们的三只毛笔 然后是选择这种瓶装的墨汁 就可以了 品牌非常的多 大家都有选择 然后就是我们的笔戏 叫做碟子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偏平一些的 这样有利用的调色 然后就是今天使用的颜料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画面当中的花头部分 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 对不对 有藤黄 珠沙 鼠红 这三个颜色来进行调配 我们的花头的颜色 好 我们的叶子的颜色呢 它是有一点花青和偏绿的颜色 我们用藤黄和花青来进行调配 这两个颜色呢 是我们用来调绿色的 好 我们先把颜料放到一边 等一会我们画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我们的颜色 颜色如何调配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使用的纸张嘛 纸张的选择是我们画中国画 必须要学会挑选的 这么一道工具 对吧 纸张的选择 我们要学会生和熟的区别 好 什么是生和熟呢 其实就是说 它在于它的一个吸水性 比如说老师手下这张纸 它就是一个偏生的纸张 你会发现 它这个水滴上去 它会慢慢的晕散 这就是生纸所产生的一个特性 我们的熟纸 你在把水滴往上滴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个小的水珠 在纸面上浮着 这就是我们的生和熟的区别 就在于它的一个吸水性了 当然初学者在使用的时候 建议大家选择半生熟的宣纸 它的水分呢 大家可以容易掌控一些 好 这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 这种纸张的挑选 好 那接下来呢 老师就问一下大家 同学们是第一次来听老师讲课吗 如果是第一次来听老师讲课的同学 或者是基础非常薄弱的小白同学 给老师回备一下零 好不好 我来看一下这里有多少小白同学 在听老师讲课 好 还是有很多小白同学在的是吗 好的 看来大家对我们中国话 有的同学可能还不太了解 有的同学可能还没拿过毛笔 老师简单的 从基础的技法呢 再带大家来学习一遍 很多同学可能听过老师的课了 你就照顾一下其他的小白同学 我们再把基础知识呢 再温齐一遍 好不好 这里啊 我们首先学习一下纸笔方法 我们三只手指捏住笔管 拿无名指和小拇指 笔住笔管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指使掌虚 来看一下这样的手指呢 可以自由的活动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纸笔方法 拿笔的时候 靠中间一些 不要太靠上 好 我们在一个小的碟子里面啊 给他倒上一点墨汁 刚开始倒的时候啊 不要倒的太多 少倒一些就可以了 好 我们拿起一只小号的狼豪笔 刚开始啊 我们用一只小笔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的一些基础知识要点 好 首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用笔方法 这里啊 牵扯到两种用笔方法 一种呢 是中峰用笔 就是我们的一个行笔方法了 好 中峰行笔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说这个线条是非常的圆润 厚重 有力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方案当中的叶子 对吧 它是要非常的 感觉很挺拔 这样呢 我们要用中峰行笔的方法 笔方在我们的笔画当中行走 出来的线条是非常圆润厚重的 古人称之为锥划纱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拿一个锥子一样的东西 在纱地上画一道痕迹 你会发现这道痕迹非常的圆润 这就是我们中峰行笔的一个 特效 第二种行笔方法呢 称为侧峰 侧峰行笔和中峰行笔呢 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用到这支笔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我们先调一点淡末 然后呢 笔先调点浓末 然后呢 把笔啊 稍微侧过来 可以发现我们这个笔里面呢 从浓到淡会有一个过度 对不对 这就是侧峰行笔所产生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我们两种奇笔方法 这两种奇笔方法呢 就是我们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还需要用到的 一种叫藏峰 一种叫漏峰 好 藏和漏呢 其实就在于它的一个奇笔的方法不同 如果同学们学过书法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就会非常清晰了 就是我们在行笔的过程当中 这个奇笔的位置 有的时候 它的笔尖没有露出来 把笔尖藏进去 右右先左 奇笔的位置非常的圆润 这就是藏峰 什么是漏峰呢 我们漏峰的奇笔非常金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一个漏峰奇笔 我们平时画一些竹子的时候 画竹竿 我们可能藏峰可能比较多一些 对吧 画这种蓝花的时候呢 我们漏峰用的比较多一些 这就是我们的奇笔方法的不同 所以说我们平时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要对我们的基础笔法呢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掌握 当然我们中国画呢 它是通过线条来进行造型的 对不对 这个线条呢 我们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需要有一个变化 当然了今天我们画花鸟画 又用不到这种线条的变化 如果山水画的话 我们就要用到这种提案转折了 好 今天呢我们来简单的学习一下 这四种 在我们的绘画当中呢 会用到 所以说呢 老师再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技法 朋友们如果能够跟着他老师的节奏 如果能够听懂的话 给老师回飞一下六 好不好 如果觉得这个地方 你还不是很理解的话 给老师回飞一下七 我来看一下大家对我们的基础知识呢 有没有很好的掌握 有很多同学说了 这个地方好像其他老师已经讲过了 是不是 因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小白同学第一次来听老师讲课的 对吧 我们还是要照顾一下小白同学 因为大家呢 可能还基础还不够好 比较薄弱一些 好的 那都跟上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一个绘画主题了 好 我们画一朵花呢 在画之前 我们首先要学习一下花头的一个基本结构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画面呢 稍微给大家拉大一点 好 花头的画法呢 我们首先要学会一下 用双勾的技法来表现我们花头的基本造型 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个忘忧草啊 它分六个花瓣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要按照它的一个规律 从前往后 来 我们先画最前面的一个花瓣 好 花瓣和花瓣的中间呢 它会有一条白缝 好 这条白缝呢 是它的这个花瓣的一个基本特性 我们先把白缝给它画出来 好 注意哈 起笔的位置 这个线条呢 稍微有一点弧度 中间呢 是一条白缝 注意给它衔接下来 好 把它中间的这条白缝画出来 然后呢 我们来画一下它的一个边缘线 好 边缘线在画的时候 看一下 这个边缘啊 不要画的太过于圆润 有一点起伏变化 好 给它衔接过来 好 画出另外一边 好 我们正面的这个花瓣啊 画的稍微偏宽一点 因为我们看到的呢 它是一个全部的 好 给它画出来 然后呢 我们画一下它一个侧面的画板 侧面的画板 我们在画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 它有一个透视关系 这个透视关系呢 就是来表现一下 它的一个立体感 侧面的画板 我们还是先画出它的一条白缝 好 给它画出来 但是侧面的画板在画的时候 就要稍微窄一些了 短一点 窄一些 边缘线呢 有一些起伏变化 好 给它画出来 好 这是一个偏侧的 然后呢 左边用同样的方法画出来 先画一条白缝 注意好 我们起笔的位置呢 可以在这个画板的旁边 给它画出来 注意白缝 从宽到窄 画出来 好 我们画出它的一个边缘线 起伏变化 给它衔接 好 从下面呢 用同样的方法 我给它过渡一下 好 这一道尖端呢 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弧度 对吧 让这个画板呢 姿态更加优美一些 好 这是前面的三个画板 中间的比较宽 比较长 对不对 侧面的比较窄一些 稍微有一点点 短 好 我们在越来越往后画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长短的变化了 好 有同学还没有跟上什么 一定要 跟上老师 不要走神了 这个地方 好 我们往后画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也是画出它的一个白缝 好 从宽到窄 然后背面呢 稍微 短一点 你看 好 给它衔接上 好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往右画 先画中间 你越往后画的时候呢 就稍微啊 越短一点点 对一下起伏变化 画出来 好 我们首先呢 要对这个花瓣的造型呢 要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所以说呢 我们要对这个出事关系呢 要有一个简单的分析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花瓣 对吧 它是后最后边的 最后边的这个花瓣 它翻过去了 所以说呢 我们看不到它的一个尖 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该怎么画呢 我们先画出它中间那条白缝 好 然后用一条 偏平一点的起伏的线条 给它接上 来看一下 这个花瓣就相当于 它翻过去了 对吧 只能看到它的一个边缘线 这样的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花瓣的出事关系 你看 从前到后 从长到短 对吧 然后从中间到两边 从宽到窄 这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规律 从小卖掌握了这个规律之后 你的花瓣就能够画得非常立体了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 花头的一个花瓣画法 画成六瓣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画一下它的一个花瓣 它就是它一个花筒 我把这个花筒呢 被这个花瓣给它遮住了 画出来 好 下面呢 还会有一些花瓣 我们先用水瓣呢 给它画一下 简单的勾一下 我们先把花头的基本造型呢 画出来 好 我们画完这个基本造型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花瓣里面啊 它会有一些其他的结构 比如说我们有花心 对不对 还有花瓣上 它会有一些翻点 我们把那个翻点呢 给大家画一下 好 朋友们能跟上老师的节奏吗 如果能跟上了 给老师回飞一下三 好不好 如果跟不上的话 给老师回飞一下四 好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节奏怎么样 因为呢 我们的课程非常的短 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说呢 老师没有办法给大家 讲的特别细 这个地方呢 跟上老师来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好 大部分同学还是能够跟得上的 是吧 好的 大家还是非常棒的 那接着往下走了 个别同学如果是没有跟上的话 你刻下呢 可以先写一下图 刻下的多练习几点 这个地方我们来画一下里面的一个斑点 这个斑点我们在画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 里面多 靠近那个花瓣里面的位置比较多 外面比较少 你看 里面画的多一点 越往外发的时候呢 我们简单要少一些 好 里面多 画面少 这是它的一个 发半子上面的斑点的基本的组合 比较往外画的时候 稍微散一些 好 给它画出来 每一个发半都是一样的 你看 越往外画的时候 少点一些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造型 外面呢 还少点一些 好 这个点出来 大家点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 还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画一下它的一个花心 花心的这个位置呢 它会有一个熊蕊和瓷蕊 对吧 中间一个花柱 好 然后还画一些花丝 这个花丝呢 稍微啊 给它画的长短不齐 然后上面点一些发药 好 给它点出来 注意啊 这一笔呢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主笔 给它画出来 可表辰同学说老师的画风谷突然变了 是吧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花瓣的一个基本造型 好 那对我们的花瓣有一个基本掌握之后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用颜色来给大家画了 这个部分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颜色的调配了 好 我们先调一下藤黄色 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打底色 然后呢 我们调一些珠沙 好 这个颜色呢 它是一个渐变色 然后调点鼠红 好 这个画出来 看一下 我们选择一个羊毛笔 笑脸说 我们现在是画正经了 还是分析中啊 我们是先来分析一下 我们花头的一个基本画法 我们掌握了基本画法之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范画上直接来画就可以了 好 我们首先调一点藤黄色 注意哈 这个藤黄色呢 我们稍微给它调到笔度的位置 给它轻轻地刮一刮 然后笔尖调 路上 注意哈 调到笔度的位置 好 我们藤黄可以往笔根走一走 但是珠沙呢 要稍微往笔度上走一走 好 边调边转 你看 我们这样笔尖是珠沙 笔度呢 有一点藤黄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笔尖再调点鼠红 注意哈 这是三层颜色 从藤黄到珠沙到鼠红 好 这样呢 我们笔尖 笔度 笔根呢 都会有三种颜色了 有一个颜色的渐变 好 我们 追剧这个造型 来用颜色给它画出来 注意哈 中间呢 是留一条白缝的 所以说要给它留出来 好 我们给它画出来 先从右半边开始画起 你看 注意哈 画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啊 有一个起伏变化 你看 有一个起伏变化 对吧 这个笔啊 不能太过于平直 中间可以提起来 再按下去 好 然后中间呢 留出来一条白缝 好 我们 画出左边 给它画出来 注意哈 中间的位置呢 一定要留出来哈 那把笔按下去 好 提起来 给它衔接上 好 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了 中间的这个白缝 要留出来 然后呢 画的稍微宽一点 好 然后呢 我们重新调颜色 底间调点珠沙 再调点鼠红色 好 我们画一下侧面的 好 侧面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注意了哈 也是 从窄到宽 把中间注意一下 这个线条呢 不要太直 给一个起伏变化 好 画出它的右半边 画出来 再给它 衔接一下 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 左边 侧面呢 稍微我们画的窄一点 好 我们调点鼠红色 从左边给它画出来 把笔压下去 给中间呢 可以 起伏 一起来 再放出来 好 给它往下压一下 好 然后 左半边 沿着上边缘线 好 给它 逼合上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的三半 好 前三半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要稍微比中间的这一半 稍微窄一点点 对吧 然后我们往后画的时候呢 就需要注意一下 它有一个 长和短的一个变化了 我们调一点藤黄 好 然后再调出沙色 然后再调主红色 注意一下这个调色的顺序 不要搞混了 好 往后画的时候 好 这个部分我们把这个花瓣压上来 是吧 好 我们先画右边的 把它压下去 对它起伏变化 提起来 好 右半边 归一下中间的白缝呢 还是要给它留出来了 好 越往尖端画的时候呢 给它稍微衔接一下 好 左边 把它压下去 提起来 中间的留条白缝 对这个边缘线呢 我们要稍微多一点 这种起伏变化会更加好看一点 好 后边这一个 我们画的时候呢 可以从上网这样画 注意哈 中间是有白缝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它稍微留出来一些 看 把它留出来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 发头画法 好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发托 对不对 这是个发桶 先画发桶 然后呢 会有一个发托 好 发托呢 我们等一会儿呢 用花青色来画 这个部分呢 我就不给大家画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的发扮呢 从前往后 从中间往两边呢 都要有一个 宽窄长转的一个过渡 这样呢 做事关系会更加明确一些 好 然后呢 我们用稍浓一点的薯红色 把它点出里面的干点 看一下 好 这个部分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个翻点呢 就按照我们这个翻点画就可以了 从里边往外边点的时候 要从多到少 对啊 我们用一个偏浓一点的薯红色 也可以用胭脂色 只要你能压住这个颜色 比这个颜色重就可以了 对一下这个点法 它比稍微立起来一点 画出来 好 外边呢 稍微少点一些 根据我们左边的来点就可以了 里面多外面少 这样整体呢 会有一个有松紧的感觉 这个画出来 好 画完之后呢 我们就插里边的这个花心部分了 是不是 好 我们用刚才的这只小号的狼豪饼 给它发出来 一个花柱 好 给它发上 然后呢 我们画一个花丝 好 朋友们 如果是纸比较深的话 你可以等它干一干再做 因为我们的颜色的话 相对来说 你在颜色上 在用墨画的时候 它音的就没有那么快了 好 点上它的花药 老师 问了 老师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要用墨画 其实这个墨呢 它相对来说比较醒目一些 好 点上 画出来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花图的一个基本画法 好 那讲到这里 同学们 能跟上老师的节奏吗 如果能跟上的同学 给老师刷一波666 好不好 如果觉得有一定难度的 给老师刷一波999 一景同学 我们今天画的是一个忘忧草 叫鲜花 这个地方呢 可能在花形的塑造上呢 会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只要是大家注意到了 我们两边呢 有一些宽窄长短的变化 画起来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些 中间留一条白缝 好 大位同学呢 都回复了666 个别同学 可能基础不是很好 或者是说刚开始画国画 对这些还不太了解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如果同学们喜欢我们的课程的话呢 我们的正式课里面 它是从基础课慢慢的进行学习的 都会带大家学习一下基础的笔法之后 同学们对这些发挥的画法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熟悉了 而且我们的正式课呢 也有花鸟画的一个专项课程 帮助大家对我们各种花会进行教学 同学们如果学会了类似的像百合花 或者是一些喇叭花之类的 画这些像宣草呀 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了 好 我们先把花族拿开好不好 学们也可以集下屏 我们直接在我们的方块上给大家画了 好 我们拿出一张干净的卡纸 好 我们呢把笔里面的颜色呀 给它稍微洗一洗哈 我们来重新跟着老师来画一幅简单的作品 好 我们先调藤黄色 好 再调珠沙色 注意哈 调的时候啊 只要边调边转 好 直接呢调点属红 好 我们在我们的画面中间呢 先给它画出中间主要的一个发色的颜色 从底间是属红 珠沙 这个橙黄 好 我们中间要留出一条白缝 从右边开始画 把位置笔被藏封 比较下去 中间呢可以给它多一点起伏变化 从宽到窄给它画出来 对吧 尖端呢我们可以稍微多一点弧度 好 然后我们画左半边 注意哈中间要留白缝呢 稍微压下去 再压 好 然后呢 按下去 一起来 好 中间的这一笔呢 画的稍微比较宽一些 好 半一点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画一下两边 两边的位置呢 我们就要稍微啊 给它画的窄一点 好 重新调颜色 珠沙组合 好 先画左边 先画右边都可以的 先画右边 所以把笔压下去 然后走 接下来 好 从粗到细 从细到粗这样过度自然一些 而且中间呢给它留出来一条白缝 好 注意把笔压下去 好 到尖端的时候 红宽到窄 好 给它接上 中间的白缝要留好 好 底中颜色没有了之后 随时朝藤黄 然后呢是属红 然后呢是属红 注意边瞧边转还是 没有边给它多多过来 注意起笔 好 按下去 然后呢提起来 好 画出来 好 侧面呢我们稍微画的窄一点 中间留一条白缝 注意按按去 定起来 好 把它画出来 好 我们画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中间比较宽 两边比较窄 后面呢比较短 好 我们重新调珠沙 组红 好 到后面呢 按下去 提起来 中间的白缝给它留好 给它衔接过度 注意尖端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让它多一些结构的变化 出现一些翻折 让它撕下更加好看一点 好 我们画右边 好 我们画右边 开下去 好 到尖端的时候 给它提起来 往下出一点弧度 中间留一条白缝 好 做动一下 好的 然后就是最后边一个了 最后边一走呢 我们只需要留出中间的白缝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画的时候 从上 从外往里 我们将呢给它留出来一条白缝 好 也画出来 好 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基本造型 好 给它稍微纠正一下 好 我们画完之后呢 我们稍微等它干一干 我们把左边的再给它加上 加左边的一个时候呢 我们注意一下 和前面的这一朵花呢 要稍微有一点点遮挡关系 好 我们还是先调一点藤黄 好 然后调一点 对 搜索 里边调点组红色 遮挡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结构还是这个结构 但是说它有一个遮挡关系 看一下 这边一半 我们在画的时候就要贴着 这个画出来 从左边 至于不要压在上面 好 画出来 找到它的一个花心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中间呢 留一条白缝 给它过渡下来 然后呢 这右边 对啊 中间的这一个是看不到了 对吧 我们从右边给它延伸 里面没有颜色了之后 我们重新调一点薯红色 护一下遮挡 遮挡的时候给它空下来 给它空出来 中间呢 还是留一条白缝 给它压下去 过渡一下 还有一点点翻折 好 没有颜色了之后 除菌调一下 所以说平时 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 要一直调颜色 所以笔里面的颜色呢 它会随时变少 画出来 好 左边 从中间的这个位置 往 外围发散 按下去 越往 侧面画的时候呢 它就要稍微啊 先窄一些 中间的白缝给它流出来 好 先先过渡一下 然后呢 后边呢 让它短一点 好 右边呢 给它过渡一下 对一下中间这个位置 要围绕着它的发心 按下去 稍微提起来 好 提一点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把左半边 给它画出来 对一下在 西里的位置留下一条白缝 好 过渡一下 过渡一下 中间呢 有一点起伏就可以了 好 越往外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 稍微短一些的 右边呢 给它过渡下来 好 中间有一点白缝的感觉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还稍微 可以侧面一些的 侧面一些的 好 这个部分呢 前半部分呢 这种护士关系非常的明显 侧面的呢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长短的 不同变化就可以了 好 给它画出来 好 我们把它的花框 给它 花桶给它画一下 花桶呢 我们直接调珠沙就可以 好 前面的这个花桶呢 我们让它往左倾斜一点 把花上 哎 左边的这个花桶呢 让它 往右倾斜 好 花桶往右倾斜 花是往左倾斜的 对不对 哎 让它有一个交错 这样的关系 会更加好一些 好 我们把这两朵花啊 给它稍微丰富一下 我们给它 加上里面的斑点 还有它的一个花心 好 我们用稍微 比较偏浓一点的粉红色 给它点出来 所以从里往外 从多到少 好 好 点出来 好 再点一下就可以了 好 注意哈 多和少的关系呢 我们要给它把握住 接着我们的白缝的位置 不要压到我们的白缝的位置 好 从外点 对一下这个里面的水分呢 我们随时调控一下 如果水分太大的话 扁的效果就不太好了 水分可以稍微干一点 可以 可以往外围 再找点一点点 可以从中间往四周 把它点出来 后面的发泛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注意下过渡 所以说我们画画的时候呢 有时候是比较拘顶一些的 比如说你点里面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拘顶了 但是你点外面比较少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稍微放重一点 可以少点那么几下 好 画出来 稍微随你点一下就可以了 好 点出来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的花心给它画一下 花心呢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那个用墨 给它画出来 好 我们先画中间呢 比较主要的这一根 再画出来 注意下 你看 我们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阴的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呢 可以稍微等它干一干 画一些长短不齐的 给它发出 有长有短就可以了 点上它的发药 好 点出来 这边呢 这边呢也是从中间 给它画出来 点一下 注意下 有长有短 稍微有一点点阴阴 有长有短给它点出来 好 把这种水墨的感觉呢 给它画出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正面的这个两个相互遮挡的画头 换完之后呢 我们右边还会有一个 先侧面一些的画头 我们要问老师这是几半 老师 这个画头呢 它是分为六半的 好 要不然把侧面的画出来 好 侧面的相对来说 就比较简单一些了 好 侧面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中间的这个白空了 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个 对面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单解这个部分也不需要加了 侧面呢 注意下有一个弧度 来跟老师来画一下 有一个弧度 往下走 从窄到宽 有这个弧 因为侧面的花瓣呢 它没有打开 对后呢 它会往里啊紧凑一点点 因为这是漏方其笔 然后给它收入 它是一个发脱往外绽放的这样一个感觉 好 用同样的方法把它发出来 好 往后边稍微偏色一点的时候 然后我们往后边画一点 你看 同样的方法 两边画 好 然后我们把洗衣笔的这个位置 给它稍微加一点姿态 多一点三折的部分会好看一点 好 然后把它的一个花筒给它补上 好 这就是一个侧面的一个花筒的画法 好 然后呢 把它的花筋点一下 然后呢 把它的花筋点一下 会漏出来一点点花筋 有长度短 点上花药 好 这是一个偏側面一些的 相对来说呢 比较简单一点 好 我们把花头已经给大家画完了 好 同学们 感觉自己画的怎么样 感觉今天的这个难吗 如果能跟得上老师的 给老师刷一波 666 好不好 如果觉得有一定难度的话 你就刷一波777 好 因为这个部分呢 我们相对来说 发足的部分是我们今天讲解的一个主要要点 好 对于叶子呢 等会老师在大家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相对来说叶子 只要多加练习 难度没有那么大 好 因为发足的姿态呢 是我们主要表现的一个主体 还有同学发五五五五五的哈 好 因为今天呢 我们画的呢 是一个 就是中等难度的一个方角画的一个题材 如果同学们觉得自己 基础非常的薄弱 没有跟上老师的话 也没有关系 如果同学们喜欢我们的课程 就想跟上老师来一起学习的话 我们的基础课程里面 会给大家 从基础课 像梅兰中菊 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的一个方角画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画完之后 我们在下面呢 给它加一些 它的一个叶子 还有一个花束的部分 好 花束的部分呢 我们先给它穿一个主镜 这个主镜呢 我们就需要用藤黄和花青来调解一下 好 注意一下啊 给它发出来 成黄和花青 调出绿色 好 因为这个花灌啊 这个颜色呢 相对来说是偏翠绿一些 好 我们给它发出来 通过两点的方式 点出来就可以了 好 上面呢 我们点一下 对右边呢 被遮住了 好 给它点出来 通过两点 好 点完之后呢 那我们用一个主镜啊 把它穿起来 好 把它穿起来 从这边 好 把帐穿 好 对 后边一个呢 我们从右边给它穿过来 好 这个呢 我们直接从下边穿过来 对啊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遮挡关系的 把它控出来就可以了 画一下 然后左边呢 我们用一个稍微长一些的 给它看一下 好 当然呢 还会有一些没有开放的 小的花 小花包 小花包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啊 稍微给它加一点点 好吧 右边呢 给它加一点 上面呢 也给它加一点 用小花包呢 给它看起来 好 再看一下 哎 这样呢 可以使我们的画面当中啊 这种长短的参丝不齐的感觉 会非常好一些 好 点出来哈 好 我们的花多和花镜部分呢 就画到这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 学习一下 我们的这个夜色的画法了 相对来说 这个部分呢 有一点点难度 如果朋友们 学过我们的兰花的话 相对来说 就比较简单了 好 这部分我们调一点花青色 啊 刚才是比较草绿色 比较呢 多调一点花青 我们同学说用三绿型吗 三绿的话 它是一个石色 我们还是要调出这种草绿色会好一些 石色它是覆盖力比较强一些 好 这个忘忧草的叶子呀 在画的过程当中 它是和花图的叶子呢 不是花图的花瓣呢 现在来说画法是差不多的 中间会留一个小小的白凤 好 这是为了让它这个叶子呢 产生更强的立体感 好 它画出来 我们先画一个主要的 好 注意一下 这个现场呢 要有一个即暗变化 你看 给它画下来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画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我们再画的时候 要中间的稍微留出来一点点白缝 你看 对啊 我们最好呢 能通过一笔给它画下来 中间略微会有一些 对吧 这让那个叶子呢 立体感更强一点 好 当然这个叶子呢 它是有一定的 勘插变化的 对吧 它不是一样长的 会有一些长短柱齐的变化 有长有短 好 给它画一个短一些的 让它产生一些弧度 注意一下 按下去 提起来 你看会有一个 从宽到窄的变化 好 按下去 好 提起来 好 这是一个偏短一些的 然后 我们 画出另外一半 中间呢 留一条白缝 好 颜色比较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 好 注意一下过渡 过渡过来 好 这是一个往下翻的叶子 过渡的自然一些 就更好了 好 当然这个叶子呢 它是中间啊 它会有一些穿插关系 对吧 有长有短 有穿插 好 如果同学们学过兰花的话 可能就知道这个地方呢 它用 一笔长两笔短 三笔破凤脸 是不是 有这种穿插关系啊 当然呢 这些技法呢 如果同学们学过兰花 就可能知道了 但是兰花的课程呢 我们的基础课里面 会给大家讲解的非常详细的 我们的基础课是从梅兰读局 好 带大家从基础课开始学起 好 如果同学们 想学习的话呢 我们基础课里面 对于兰花的教学 会给大家讲解的非常详细 这地方我们进行 给它破开 中间给它破开 好 然后呢 注意哈 花镜之间呢 有一个遮挡关系 也可以画到我们花瓣的 后方 我给它破开 画出另外一边 按下去 接下来 好 谁说同学力度把控不好 是吗 如果力度把控不好的话呢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万力还不够 其实我们画画呢 需要一点万力 这个万力的培养呢 如果同学们有一定的书法基础的话 这个万力就会非常好了 所以说我们书画同源 如果同学们喜欢国画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呢 多去练一练书法 对我们的万力非常的有帮助 我们的正式课里面呢 也会给大家赠送的有书法课程 但是说我们的书法学院呢 现在已经成立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书法课程 在下一期课程当中 我们会给大家赠送 但是说下一期之后 我们的这个书法课程呢 就不再给大家免费赠送了 所以说同学们 如果想学习的话 抓紧时间联系你的班主任 我们的课程呢 可能在下个月开始 这个书法课程就会 不会给大家免费赠送了 所以说我们的优惠名额呢 现在来说是非常有限的 朋友们 如果是想学一下书法 或者是想和书法结合的话 朋友们要抓紧时间联系你的班主任 好不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稍微偏短一些的 小的线条 把它画出来 注意哈 这个部分呢 我们稍微给它呈核爆知识 把它包起来 给它画一个短的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上画 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啊 它是有一个 微绿的 对吧 它像一个什么 这个地方呢 让它像一个鱼头状 对吧 像三笔暴风炎 四笔焦鱼头 这些呢 都是我们兰花课程当中 正式课里面给大家教的 好 我们穿两层黄 好 再发出来 右边 好 给它过度一下 注意一下中间那条白送 好 看老师画的非常轻松是吗 就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平时呢 要注意 对我们国画的一个训练和学习 掌握了技法之后 我们进行反复的练习 这样呢 我们就会画的越来越好了 所以说 他们刚开始 画不好都没有关系 我们 每天进步一点点 对吧 都是 对我们中国画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 这地方呢 给它画一个稍微长一些的 等一下 从中间攀插过来 我们可以再挤一点 发青色 贝拉松明说 一笔能不能画出叶子两边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不建议大家使用一笔能画出来两边呢 不好实现对吧 你除非你两个笔 基础课多少钱是吗 我们基础课是一个梅兰族局的教学 对我们的一些基础的笔法呀 末法呀都会有一个练习 尤其是线条对不对 像兰花的线条啊 你像竹子 是吧 它各有各的画法 各有各的细法 我们学会了之后 对我们的真相课程的提高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而且呢 我们学会了梅兰族局之后 其实你画其他的任何题材呢 它是都是息息相关的 是吧 如果同学们喜欢我们的课程的话 我们基础课 都是从梅兰族局开始的 在大家进行学习的 好 画一个稍微偏长一些的 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遮挡关系 对于费用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你的班主任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的优惠名额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说你要和你的班主任搞好关系 是不是 可能每一个班主任里面 手里面的名额非常的有限 大概也就四五个名额 所以说同学们 一定要抓紧时间 工笔幻脚 我们的正式课里面也有工笔幻脚的教学的 好 我们现在往下画 这个部分呢 稍微有一点空 对吧 我们从右边呢 给它加一个给它破过来 注意一下 中间呢 有一个穿插关系 好 画一下 注意一下过渡 你看一点点的过渡过来 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笔断一连 对吧 笔虽然断了 但是说意思呢 它都连到一起了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以加个短的 稍微淡一些就可以了 好 如果同学们想加的话呢 也可以在里面再加一些稍微偏细一点的 偏淡一点的叶子 也是可以的 好 这个部分呢 我们稍微加一点点 嗯 加一个淡一点的 对啊 这个颜色呢 非常淡 不要影响了整个画面就可以 有一个浓淡的区分 让它的层次呢 显得更加丰富一些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稍微干一干 我们把它的一个叶脉啊 给它勾上 这部分呢 我们先把发作上方呢 哎 这个小的叶脉 啊 就是说发作上方也会有一些结构 给它勾一下 那我们用墨直接勾 对一下 用一些线条 给它勾出来 把勾一下 给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好 好 小的花包 给它用墨包一下 用一些线条 对一下这个线条呢 有一点点弧度哈 好 然后我们把叶子中间呢 哎 用墨给它勾一下 中间呢 哎 我们用墨来勾一下 你可以压到这个白缝也可以不压 都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用笔的时候 我们要中峰行笔 这个地方呢 就考验大家对毛笔的一个掌控了 对吧 如果你练过书法的话 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掌控一些 好 你中间给它过渡 好 好 这一画的时候 我们要 哎 让它衔接过渡自然一些 尽量一笔啊 把它划到位 好 速度也可以超快一些 不要太慢 表示这个属于 小写意的一个画法 对一下遮挡 好 右边过渡一下就可以了 哎 一段一点 再画一下 好 点出同样的方法 注意一下过渡 遮挡关系 连上就可以了 好 别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些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画的一个案例呢 基本上已经画完了 我们在右边呢 给大家录上款 右边的稍微比较空一些 我们写上 你写方草解忧草也可以啊 我们给它写句诗好不好 这个叫爱他名草 是忘忧 好 这个爱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写翻几次 好 所以说呢 我们 书法和国画呢 它是不分的对吧 书法同源嘛 书法和国画不分加 我们平时 在画中国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是诗书画印才进行结合的 所以说书法呢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同学们想学习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呢 去学习书法课程 所以说我们的正式课里面 也会给大家推出书法的课程 但是说我们呢 现在因为书法学院要成立了 所以说 这一块的自动课程呢 我们相对来说 优惠力度就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说同学们 如果想学习的话 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我也咨询一下你的班主任就可以了 他会提醒你的非常详细的 好 写上写一看 名字就可以了 给他写上 好 然后呢 我们在下方啊 给他盖一方印章 轻轻的给他打一点印尼就可以了 轻轻的按一下 好了 这样呢 我们今天的这张办画呢 就给大家画完了 好 同学们 也跟着老师来完成了一幅小的作品了 对不对 如果感觉自己画的还不错的话 可以把作业交给你的班主任 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呢 给大家做点评 来帮助大家进步 好 可能同学呢 可能第一次听老师讲课没有工具啊 课下呢 可以去给班主任要一下步骤图 然后呢 把工具自己来准备一下 自己画一画体验一下 如果喜欢我们的课程的话 可以去联系一下班主任 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正式课程 很多同学可能基础不是很好 没有关系啊 我们正式课呢 都是从基础课 慢慢的来进行交起的 我们基础课程呢 老师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基础课程 我们是梅兰竹菊 刚才老师已经说过了啊 主要是来 我们来学习一下 兰花竹子菊花梅花的画法 我们学习了这些画法之后呢 我们最后面的课程呢 相对来说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我们在花鸟山水里面都会用到 我们的花鸟阵线课里面呢 相对来说我们的题材 就会非常多一些啊 不仅有这种类似于 这种忘忧草的画法 对吧 我们平时喜欢的一些牡丹啊 紫藤啊 对吧 我们画的技法呢 也会是非常丰富的 如果同学们喜欢的话呢 可以去最近向你的班主任 了解一下具体的 我们的那些题材啊 对吧 然后我们的山水的专线课程呢 我们是从基础的 像山石的画法 包括一些树木典颈人物的画法 也会给大家讲解的非常详细 人物呢 我们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人物画法 有工笔的也有写意的 很多同学都喜欢工笔画 是不是 好 这个地方呢我们 除了这些专线课程 还有一些名家立摩课和写生课 相对来说是一些拔高的课程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课程底细 我们老师的作品呢 给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有工笔的花鸟 还有工笔的一个人物 是相对来说比较写实的一个绘画 我们中国画的题材啊 但是就是分为工笔协议了 协议这一块呢 我们就是有花鸟山水人物 对吧 花鸟的题材非常多啊 山水呢我们是从山石各种村法来进行教学的 如果同学们喜欢我们的课程 想系统的来学习的话 我们还是要跟着老师呢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同学们如果喜欢我们的课程的话呢 可以去课下咨询一下你的班主任 了解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课程体系 对于套餐的价格呢 你可以向你的班主任要一下优惠 对吧 现在呢优惠名额可能不是很多了 包括我们的书法的送送课程 对吧 现在也有减止日期了 所以说同学们 如果想真正的学好中国话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系统的学习 对吧 就像今天我们学会了 如果学会了蓝画的画法的话 可能还画这些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对不对 如果你画像里面你学过了这些 像百合的画法呀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像类似的画伴的 比如说那个千牛花 是不是 如果你学过了这些花绘的画法 可能画起来就非常简单 因为它里面的技法都是相通的 好那今天呢 那老师的课呢就讲到这里了 好不好 那下面如果有什么的疑问 可以寄出来 再给大家解读一下 画一下花瓣 好给大家简单再画一下 好 画半的画法呢 我们还是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颜色的调配 我们首先呢 调一个橙黄色 然后呢我们调一点珠沙色 然后我们调一点珠红 好 我们画画半的时候啊 它中间啊是因为有一条白缝的 对不对 老师再把刚才画的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 你看它中间呢会有一条白缝给它流出来 对一下 用笔啊 稍微有一些起伏变化 按下去提起来 好 对一下衔接过度 这是中间的一个花瓣 侧面的花瓣呢 我们要画的稍微窄一点 对 再拆一些就可以了 按下去 好 提起来 对一下 从上边缘 对一下中间的白缝给它流出来 侧面比较窄一点 好 按下去 好 我们笔尖随时调属红 好 现在先接过度一下 笔尖调点属红色 对于中间的白缝给它流出来 用往后画的时候呢 我们要稍微让它转一点 中间的白缝 有时候呢它可能没有那么清晰 也没有关系 后面呢给它 中间呢留一条白缝 这个地方给它翻过去了 好 这边一个画桌 我们从这边画也是可以的 我们给它画一个画柱 把它翻上来 好 然后呢我们里面啊 可以点一些斑点 从里面多 外面少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点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部分呢我们就不画了 我们画一个就可以了 其他部分是一样的 外围点的时候呢稍微少一些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画半的画法 里面呢会有一个花心 从中间给它出来 然后呢有长有短 点上画要 这是一个画 称作到为一支笔啊 这个的话你可以用一支笔啊 好 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的画图呢就是这样的画法 没有疑问了是吗 好的 同学们还是非常棒的 是不是 就是如果叶脉中间不用墨用深色的绿色 碰出来 可以吗 碰出来也是可以的 叶脉中间不用墨用深的绿色的话 也是可以 其实但是说绿色相对来说 它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 最好呢用墨来表现一下 水墨呢还是我们中国话的相对来说 是一个核心部分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一点墨在里面 好的 没有问题 继续到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同学们来听老师讲课 同学们也比较辛苦了 如果同学们喜欢老师的课程的话 可以去咨询一下你的班主任 我们的正式课的开课呢 下周一新的一个课程就要开始了 我们的优惠名额是相当有限的 所以说同学们可以去和你的班主任搞好关系 对吧 要下优惠名额 下一期开始呢 这期开始我们是有书法的增读课程的 如果下一期的话相对来说 可能就没有额外的增读课程了 这时候同学们想学习的话 专页时间联系你的班主任 好不好 好的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老师给大家找一首音乐听一下 然后我们就下课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看有同学问 基层课程和中级课程是一套吗 至于这个套餐的话 你可以去咨询一下你的班主任 好不好 我们的中层的课程呢 基层课程和中层课程呢 是一套的 如果同学们买套餐的话是一套的 而基属课程呢 我们作为套餐里面的 相对来说算是赠送课程来给大家的 来帮助大家来学习梅兰竹菊 为我们的后面的专项课程 打下一个基础 但是也是包含在我们的套餐之内的 叶子是什么颜色呀 叶子的颜色的话 你可以选择花青棵藤黄 调成绿色就可以了 给大家来看一下番话好吧 叶子是什么画的呀 我们的叶子呢 今天呢是类似于一种蓝叶的画法 如果同学们想进一步的学习的话呢 我们的基属课程里面会有蓝花的教学 我们学了之后呢 可能对这个叶子的画法就会非常一目了然了 好那今天的课程呢 老师就交到这里了 同学们再见 拜拜 老师要关直播了 各位大家 感谢观看